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大家好,欢迎收看国学心旅,今天要分享的是,十人面向金不换口诀,熟记在心。 祝你一眼看穿然,点个订阅,共同感悟。 在民间,就有句俗话说成事在人,富贵在天,这就是说富贵是能够反映在脸上的, 在面向学中就有,福气藏于脸,富贵不求人这样的说法,面向可以一眼识人,分辨中间,识人认人,规避小人,广交君子,知人性格命运,独人性命与社会成就。 男子面向看五官,女子面向看流年,男看五官。 怎么看,古代人相信,人的五官长得端正的人,一定是运气好的,像书上说,天庭饱满,为官为患,地各方圆,俘虏双全。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估计还有印象,这本书里对官公外貌的描述是这样的,身长九尺,面若重枣,唇若涂枝,单凤眼,卧残眉,相貌堂堂,威风凌凌。 你看这样一个人,如果站在面前,任谁都会觉得这是个正派,正义,而且有本事又可靠的男人,这就是相貌端正的力量。 在古代像术中,讲究看男人,要先看额头,天庭饱满,额头宽阔。 发肌线清晰,则为聪慧的面相,这种人大多给人以事业有成的即视感,然后是眉毛,讲究眉毛浓密,形状清晰不散。 剑眉为顽强机敏,卧残眉为中意,刚强,再就是眼睛,目光炯炯,为精力旺盛,精明能干,聪慧过人之相。 嘴巴,厚薄适中,嘴阔荣泉,声音红亮浑厚,则为阳刚果敢之人。 最后是耳术,耳术的上眼与眉齐平,或者高于眉尾,耳垂后者为贵人相,一声吉祥,福气满满,总的来说,看男人多是看的精气神,也就是精神状态。 女看流年,怎么看,看男人多看精神。 看女人,则更多是看容貌比例。 古人面相学把女人面相上的流年分为上庭、中庭和下庭三部分, 从三庭的长短、形态等预测命运,上庭通常表明女子三十岁之前的气韵,指的是女子眉毛上沿到发际线这段距离,如果这里光洁平整,则说明女子前三十年运势不错。 中庭代表女子三十一岁到五十岁间的气韵,指的是眉毛到鼻尖底部这段区域,如果鼻梁高挺,两颊有肉,面色红润, 则说明女子嫁了好人家,夫妻和睦,生活富足。 下庭寓意女子晚年运势,指的是从鼻子下面一直到下巴这一区域,如果这部分饱满端正,则说明女子晚年幸福,儿孙满堂, 女子如果三庭大致平等,则代表有大富大贵之命,如果三庭明显不平均,那大致可以说哪里是有问题的, 说到底,女人的面相看得是个均衡和舒服,富锤之有福,鹅广有观韵。 现在很多人都在讲求减肥,甭管男女都希望把自己练出马甲线来,有个健美,性格的小蛮腰,甩掉大肚腩,是每个现代人梦寐以求的事, 可是从面相上看,有这么句话,不知大家听说过没有。 那就是富锤之有福,鹅广有观韵,从字面上看,这意思很明显,就是说大富贫贫的人,那是有福的,额头宽广的,那就更厉害的,是有观韵的。 嘿,这么一说,被人嫌弃的大肚腩和阔脑门,竟然是难得的富贵面相。 先来说说,这富锤之有福,肚子大的人,现在被认为是不美观,不健康,可是在以前,大家都吃不饱,穿不暖,大多时候肚子都是别别的,哪还能有什么鼓出来的肚腩呢? 那只能是富于人家,才能有个鼓鼓当当的肚腩,你看那些地主,富货。 还有弥勒佛,不都是挺着一个圆鼓鼓的大肚子吗? 所以,在祖辈眼里,富锤之有福,那些有肚子的,才是福相。 再来看看这后半句,鹅广有观韵,额头大有福,这也是流传已久的俗语了。 哪家孩子生下来,要是有个宽大的额头,那谁看见了都得说,您这孩子可是有福气啊,大脑门有福,大脑门聪明,将来准是个当官的料。 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呢? 你看年画里的娃娃,也都是大脑门的肥头大耳的。 我想,这大概是从寿星老的形象说起的,每逢过年,就会看到这笑呵呵的形象。 夸大的额头,不仅象征着天福天兽,更是家官尽爵的象征。 天庭饱满吃虎饭,地隔方圆长大全。 天庭是哪个部位,天庭就是上庭,额头至发迹,天庭饱满,是指额头略兔而平滑,无线无坑无破。 古曰,上庭长而丰隆,方而成阔者,主贵也,这是额头的标准。 若是额头长成这样,三十岁之前,绝对发达。 古人是有科举做官的,三十岁前只要重进士,那一定是贵命了。 地隔是哪个部位?地隔就是下庭,下巴至两三。 地隔方圆,是指下巴不削不屑,饱满有肉,赛骨方正有力。 古曰,下庭平而满,端而后者,主贵也,这是下巴的标准。 若是下巴长成这样,五十岁后至少是负命了。 古人是重农的,地隔好,田宅运好,收足收粮,至少也保无忧了。 另外,从中医学上看,额头烛火,额头上的气色可显示心,脑血管的健康状况,天庭饱满,就是要求额头宽而且阔。 如李嘉诚的额头,不但饱满,而且有隆起的自然弧度。 晚清名臣曾国藩曾留下一本《兵剑》,其中有一张观骨茶人。 九桂骨介绍的就是天庭骨,枕骨,顶骨,左串骨,太阳骨,眉骨,鼻骨,拳骨,项骨。 按照曾国藩的说法,看头部的骨像,主要看天庭骨,枕骨,太阳骨这三处关键部位。 而看面部的骨像,则主要看眉骨,全骨这两处部位。 如果这五处部位的骨像都十分完美,那此人便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如果具备四种完美骨像,命格将贵不可言。 如果是三种完美骨像,只需稍微努努力,就会取得小成就。 如果只有两处骨像完美,也不会成为低贱之人。 如果仅有一处完美骨像,那就不会受穷。 年岁少时看山根,山根递了小视频。 山根之所以能称为根,是因为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祖业和家庭出身好坏。 所以山根是一个人物质生活的基础,也是一个人自我意识的发源之处。 在人生中,是迈向以事业为主导的中年时期的转折部位。 像学中说,山根是十三通关运之一,是人生中年运势的起点, 也就是上眉眼运动,下拳鼻运动,有了丰富的山根。 没有痴,中年运动就有了好的开始。 如果看到抑郁症或脂印,就算少年运势不错, 到了这个年纪也会有障碍和身体问题, 未来几年运势也不一定好。 若山根穷 凡事谨慎,切记浮躁, 玄学上有句话叫一乐房三货, 山根不好的可以考虑在这个年纪庆祝幸福, 或者多做膳食消灾。 从高度上来说, 山根应该是高而不低, 即使不是特别高价, 也可以宽平,不能低。 否则,不仅是不好的一年, 也是艰难的一生, 难得贵人相助, 婚姻也不如意。 都说山根低, 则母先亡, 尤其是41岁, 你不仅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还要特别注意你母亲的健康, 如果山根低, 眼如坠, 或者鼻翼歪斜, 41岁就危险了。 山根高的话, 中年运后容易发出雷鸣之声。 试图一帆风顺, 另外, 山根的高度, 直接影响鼻梁的高度, 鼻梁越高, 自尊心越强, 很难接受别人的意见, 鼻梁越低, 越不自信, 越容易依赖别人, 比歪人中歪, 必然有祸在。 歪在很多时候, 并不是好的, 特别是当鼻子歪嘴歪的时候, 像书说, 鼻子歪的人心歪, 鼻子正的人心正, 一般像书说, 嘴歪之人, 言辞不识。 这在古代那个重视诚信的年代, 这样的人肯定难以有所成就, 然而时代在发展, 现在的人, 那个不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就看你说得高不高明。 所以, 做人要厚道, 这种面向特征的人在嘴韵上, 就会尝到言辞不识所带来的衰韵。 俗话说, 像由新生, 有的时候很久不见面的朋友, 突然发现他的嘴巴有点歪了, 生病除外, 那么一般情况下, 就是他的内心发生了变化, 可能恶念增多了。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邪正看眼鼻, 真假看嘴唇, 那有这种长相, 表示他心思不正, 他动脑筋里, 再动鬼脑筋, 这种人常常就是做不正的事情, 看有没有办法可以有机可乘。 蠢头缘又亮, 尽才天人丁, 在面向数学中, 鼻子为财博公, 主财运, 所以很多人看财富, 主要是看鼻下, 俗话说问财在眼, 问父在鼻, 凡鼻子向礼不佳之人, 虽赚到了大钱, 也因欠缺理财方法, 而难积聚大财富。 曾国藩, 冰剑中说, 人的眼睛如同面部的两方水潭, 神气不深沉含蓄, 面部就不会清朗明爽, 鼻子如同支撑面部的山脉, 鼻梁不挺拔, 准头不丰元, 面部就不会陷吉林聪慧之气。 看一个人有没有富贵像, 先看他的鼻子长得怎么样, 标准的好鼻像是鼻头圆, 鼻翼饱满, 鼻子在相学上代表的是财运和官运, 也是代表一个人的意志力和才干, 因此鼻子长得好的人, 财运也是相当不错的。 如果一个人的鼻子长得饱满, 准头厚实, 鼻翼有力, 这样的人有财运的几率远一些, 如果额头的不算宽阔, 无力度的话, 那一般是中年才有财神爷的关照, 从赚钱这类事情上, 第一天居是建议, 此类人要多有任性, 因为财运虽有, 但是多为先苦后甜类型。 不过面向于人只是命, 你争不争他就在那里, 你总归要自己努力, 不能让他高高悬挂, 你知道你有好命, 你也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得来。 说到底, 一个人能否成事, 能否成功, 最终看的不是面向, 而是自己的努力拼搏。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欢迎持续关注, 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